这个奶爸做了他生平最后悔的一个决定 那就是一个人走进了满是熊猫宝宝的院子里 他的工作是要把这些熊猫宝宝一个个运送出去 工作才一刚开始 他就遇到了严重的困难 两只熊猫宝宝紧紧地抱住了他的腿 让他站都站不稳 他倒地之后 一群熊猫宝宝就开始往他身上爬 这场面怎么看 怎么像是电影里生化末世的场景 但工作还是要做 他又抱起了一只熊猫宝宝 准备递给在外面接应他的同事 但被这么多熊猫宝宝抱住 他连腿都迈不开了 好不容易才把一只熊猫宝宝转运出去 他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 当他正在稍作休息的时候 腿上挂着的那只熊猫宝宝 开始拖起了他的长筒靴 没办法 最后他只得连鞋子也扔掉 鞋子是脱了 但熊猫宝宝们并未因此放过他 此时此刻 这个奶爸开始后悔 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 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 不然身上的衣服 肯定也保不住 可爱国宝宝孝姐说 每天更新 关注一下 今后你就是有熊猫的人了 Upper tuna beschäft 您 这 决定